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打野风格也是挺厉害的 我和他区别可能是我比他更凶一点吧 但是我也听说过LPL的F6的梗 F6可能不太敢吃 没有这么考虑 之前的话常长在达到赵姓的时候 这边Ki上校给到的胜率面板上 是给了比较高 给到56比44是给到EDG这边 刚才一场因为是有 考虑这些进野区 暴女的刷野速度是非常快的 已经来到了三级 场上刷完这波倒三 看一下 这波野区能不能找到 这一炮打了很痛 又吃了一个Ki上校 这一波直接一秒 蜜毛扎上去 过去一口 但是这波要杀的话 似乎还是有点难 看下一边 直接交闪了 这边暴女还是想试 对 因为如果说Ki上校 他不交 现在场长他很着急 因为自己上半野区 被反了两组野怪 场长还在这里晃 被眼看到的情况下的话 这边小鹏做了一个选择 可是上半球我不刷了 我不让你刷我家的野 这波有点狠 就是同样现在 你在我家待着的情况下的话 我等级比你高 这边 拼承接也不虚 对 直接到五级了 但现在暴女再刷一组野 应该要到六了 准备来下路了 这边先是开到了一个Mark Mark反身W抬起了牛头 再一道回一个勾到了Mako 没有不要到 这波的话 没有不要到的话 这波就打不了了 这波如果不要到的话 应该是至少打出iBoy的一个治疗 看他打的一个速度 瑞来了 阿卡丽来了 这波感觉肯定要出事儿了 小鹏没有蓝了 这波 阿到了 那这波小鹏 这边陈姐回过去 闪蟹拉走 这边的话 被阿卡丽把这个下午前都打掉了 打了半天为他人做加仪 而这边刀妹 这边直接一个大招开过来 回身 三 当做一个肉板 顶一下伤害脚 闪蟹 但是一个大招 把这边小鹏炸死了 无辜的受害者 兄弟我不是故意的 大招 下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霞虎先锋没拿到 这个就非常伤 因为被迫选择 惩戒回血 而阿卡丽的二段大招 接上平A 是直接把这个霞虎先锋给拿掉了 对 同时下落 下落对线完成了一波 击杀 那阿波也被击杀掉了 但是人头是给到了落 后续Mako比较肉 然后ICG也没有选择继续去追了 把蓝buff打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阿波线伤是怎么单杀的 怎么对位击杀 时间是RW过去 这边很漂亮 是用霞的一个大招 躲掉了牛头一个二连 还交了闪现 这边Mark 他的这个落还是用的比较好的 经常会看到 包括他平时在RUNK里面 跟戈拉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组合 是的 这波看一下厂长手上是有闪现 这波要不要硬撞 嗯 冰线太多了 杜村时间已经过掉了 嗯 已经过掉了 闪现顶起来 那这波的话感觉暴女要交了 对 这个控制给到小鹏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危险的 进一步的过来排视野 这场的话 SD在很大部分的时间开始 这波要硬开 阿卡丽被秒了 这个还牛头 看一下Mako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海克斯罗王闪现的 他看谁呢 看一下 这波顶起两个 杰斯被顶到了 杰斯小伞拉开位置 刀妹这波大招铺到三个 在这波没有选择 只往前牵一个刀 这边的话 一起来又拉到两个 优势一波输出 但是后续后排有点顶不住 而这边三安在后排 已经完成了一个收割 这边的刀妹以及九种都到了 阿卡丽散散来 是来到战场的话 也完成不了任何的作用 是啊 昌宏拿到一波三杀 但不得不刷 戈拉这波是打得非常的好 他的这个大招释放时机 以及异技能的这个倒勾 打出了很好的效果 导致这个异技的中路一塔 是没有办法再做一个防守 这波不是中路一塔了 这边二塔感觉也不好守了 一个牛头感觉有点难走 暴女一口咬 直接 这一波被打了一个团灭啊 是啊 这一波的话 伊丽丝其实开团 从开团上面看起来 是没有什么开团 盖拉跟马克这个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那个位置 其实感觉打的目标点不集中 对 刀妹大到是另外三个单位 而正面牛头 以及队友在打的是赛恩这个点 对 而最关键的是维恩被Q到了 这边Iboy被秒了 嗯 而且你要知道有弱的情况下 反打能力是非常的强 最后只剩下瑞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直接去杀掉对方的后排 哎 这波开了 开到常挡 常挡直接被秒 对 现在对于EDG来说 自己的上半野区非常的危险 因为到处都是SE的视野 这边打野 常挡没了 那只要大龙感觉 都没有什么争夺的想法了吧 拿不下来了呀 这波难道EDG要硬拼一波吗 但是没有什么抢大龙的手段吧 靠一桶Q吗 哦 这边挂了个点燃 交了一个质量 最后一段 啊 这边还是被Torilla给烫死了 烫死了 小龙张路队闪现 但是无伤大雅 Mako这边在顶在最前面 逼出了自己的一个闪现 一个非常长的比喻双刀 嗯 是 可以稳稳推掉 而EDG是不太能反打的 对 接下来的话SDG就可以选择换路去推了 因为有了赛恩的情况下 他们正面推进其实是很安全的 再加上拿了大龙buff之后的这个双创的阵容 还是要反复提的 就是这个阵容 一旦被给一波机会 就一切都没了 嗯 就不能被推进 被推进的话很难打 看一下这波是Mak非常果断的一波 阿闪W 嗯 感觉回调之后的路可以去稍微 重新定义一下 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玩的 没有那么绝对的说玩不了 因为我记得昨天的比赛 绿毛他的这个路也是打出了这样的效果 对 这边是直接被烫死了 哪怕交了个点也没用 就闪现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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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家提避出来保冰线 那这边的话 应该要被阴行人直接给拔掉了 这边连团战都不打了吗 这波顶刀人队里面 这边朝长第一个就倒下来了 而特意在烟雾弹里面的锐 也没有办法再打后续输出 最后拿到了一部双杀的侠 后续F1也输出不了 三杀到手 那Meko走不了 最后的一个人头 由这边的小鹏手下的这场比赛 也是由SDG赢下第二场 我们恭喜SDG 在第二场比赛中 依然取得胜利 目前SDG跟EDG是战成了2比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